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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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好 今天是烽和日禮的星期六 也是核馬取消 第一個星期六 之前一直在忙 都沒有空來 大陸館 今天終於有時間 今天的行程會是什麼 今天的計劃很簡單 我會打算 先去做SPA 我想吃燒肉 不知道能不能吃到 決定吃燒肉 之後就是 我最喜歡的項目 走超市 先說說我現在的位置 剛才我在連塘口岸過關 雖然今天是取消黑馬的第一天 我又覺得 都尚算通順 我就用了 我想這二十多分鐘 就過來水貝村這邊 再說一聲 我是搭的士過來的 節省時間 就打算在這附近有一間SPA 的會所 然後再去做 我剛才想說的 吃燒肉 走商場 走超市 我所說的SPA會所 就是這一間 就是 密SPA 密SPA 這一間 我在大眾展平 見到 評語都OK 都乾淨 某些項目是不需要 小筆 其實我也不明白 是某些項目很需要 小筆 但 也有這樣的好評 就來試試吧 一進來 又要做VO 因為錄音效果不太好 直接介紹這間密SPA 一開始以為有時間可以到處看客人 誰知道一開始就直接去換衣服 然後就直接上房 這一間就是我待會用的單日房 整間房的氣氛很好 一進房就已經聞到很大股香氛味 是很舒服的 總而言之整個環境是很放鬆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乾淨 相信這件事大家都很關注 因為你最基本乾淨的事 都做不到你怎麼放鬆呢 然後我就在這間房間做了一個60分鐘精油SPA 頭肩頸手都按了 是很舒服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不需要給小費了 按摩後就很開心去洗澡 完成所有東西之後 就可以和大家一起看看這間SPA 內部是怎樣的樣子 這間SPA總共有三層 經過一個長走廊就會見到一個公眾按摩地方 坐椅、按摩、按摩、按摩、看電視都會在這個位置 當日我沒有買按摩服務 我就很禮貌問問職員我可不可以進去 職員也很好 都笑容滿面地歡迎我進去 因為地下主要是接待處和男女更衣室 所以地方不大 我們直接上二樓看看有什麼新發現 發現這間SPA除了按摩按摩之外 還開闢了一個地方去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譬如說這間房間就是咖啡占卜房 我看的裝修像是教室多一點 因為沒理由有這麼多座椅 然後這間房間就是精油塔羅房 看到裝修像是一對一可以聊秘密的房間 有什麼可以直接問塔羅斯 最後一間房間就是縱卜療癒房 其實我剛才做的SPA都有加入縱卜的元素 屬於音樂治療的一種 還可以減壓 轉出去就是吃東西的大廳 但是我來看東西的 我不會這麼快過去的 先看看房間的走廊 看到房間的數量真的超多 而且房型也有很多 有一人、二人、三人 有一個是適合大家的心碎 然後鏡頭看到吸煙區 雖然我本人是不吸煙的 但我也懷著一個觀察的心情 走上去看看 走過這段小樓梯之後 就會看到兩座沙發 場上也有適當的通風系統 這個空間有效 與非吸煙地方分隔 對我這種非吸煙人士來說 其實這個吸煙區很重要 不知不覺來到三樓 經過這個接待處之後 就是睡眠區 睡眠區其實是有點小的 上下床合起來 我想會有二十張床 但每一張床內的空間很大 然後職員就跟我說 因為空間大 有些女生就會和閨密一起睡覺 因為當日沒有客人睡覺 既然是這樣 我就鑽進去看看 其實那個空間真的很大 我覺得是夠闊 但不夠長 所以如果身高比較高的人 就會覺得不太舒服 但另一件事想炸一讚 就是剛才看到那個紅點 其實是充電器來的 睡覺前最後一個活動 當然是玩手機 它也很體貼 有手機有充電 就不怕沒有電 說了那麼久 是時候用這套 我們回到大堂的位置 這裡就是這套的地方 我買的按摩包裝 是包飲食的 但大家不要誤會 是小點心 不是自助餐那種 另一邊這個位置 就是沙發位置 我稍後就會拿食物去吃 雖然擺放食物的地方 不是很大 但以一個小小的 充電加油站來說 其實它已經滿足了你的要求 食物有小蛋糕 還有剛才在旁邊看到的生果櫃 裡面的生果也可以隨便吃 食物台後面就是一個飲品站 汽水、咖啡、茶是基本 最驚喜是有糖水 說了那麼久 終於買位開餐了 可以邊吃邊說 分享一下我剛才按摩和周圍狂的經驗 首先我講一下按摩 其實我這個按摩包裝 是在大眾點瓶上買的 價值$256 一開始我就擔心要等很久 所以我是拿著手機 買到帳戶 問職員有沒有師傅 他說有 我才是在職場買的 然後上到房間 我就就著小費這件事問師傅 他也跟我說 其實是的 某些是需要給小費 某些是不需要的 以我這個包裝來說 不需要的 是因為做推廣 記得做完推廣按摩後 在大眾點瓶上 給個好評師傅 因為師傅沒有好評的話 是會給公司扣$50 現在賺食艱難 所以如果他沒有犯什麼大錯 那你就給個好評 大家好來好去 至於過夜方面 這裡也有提供 師傅給的資訊就是 做一般按摩 給小費 基本大概$300多元 就可以在這裡過夜 食物來說 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屬於招待性質 按摩都不會想拆餐勁 只是想休息一下 至於環境和服務方面 我是大讚 我先說環境 整個場的鋪排 是有想法 有設計的 不是隨便 是給你一個舒服的環境 尤其是這個大廳 柔和的燈光 還有電視的白噪音 人們睡得著 難怪只有睡眠房裡沒有人 這裡這麼棒 服務方面也是非常好 我最記得更衣室裡的遮瑕 是笑容滿面 我做完按摩 幫我針水 然後安排位置給我洗澡 其實那個感覺很好 老實說這個場地不算大 消費也不算低 但想來感受的氣氛 我認為這裡是值得推薦的 如果真的想來感受一下 但又不想花大錢 就記住留意大眾點評 說不一定找到你想要的優惠 終於按摩了 按摩出來說話都比較大聲 下一個地點是去哪裡呢 就看到了 就是KKTIME KKTIME這個商場 就是新開不久的 我想大概 九月十月左右 大約這些位置 很多商店都是新入住的 包括我一直說想去的超市 原初超市 至於剛才說的超市 待會再去看 我們大概兜行 因為這個商場位置 很近水貝珠寶規法市場 所以就因你成變 都會用了珠寶來做主題 很容易見到 見到嗎 珠寶生活空間 它是主打擺珠寶的 也就是這個原因 在網上看到有些網友就插它 就說 你會不會有些搞笑 旁邊批發市場 你在這裡開過珠寶主題的流程 會不會是沒有生意呢 但是你眼見有這麼多層 我想除了珠寶也會有其他東西 那我現在開發一下這個商場 首先找一下我想吃那家燒肉店 那家燒肉店 自稱是排隊第一名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這樣說的 很受歡迎 那我儘管看看 合不合吃 那家燒肉店 終於到了我說的燒肉店 這間燒肉店叫做肉仔 好嘴 這間這間肉店在深圳是有三間分店 我覺得很好運 看到是沒有人排隊的 我便看不到它的排隊實力 我自己來可以 等了這麼久終於開始燒了 它很好 它便會問我 你要自己燒還是我幫你燒 我便很簡單 我自己來便可以 好 終於所有肉都來了 最後這個就是口切口舌 有一件事在這裏很值得讚 就是這個爐的抽風系統 超厲害的 煙是吸走的 吃完後也不會令你全身有油煙味 吃到甜品的部分了 在說這頓留言前 我想跟大家說抱歉 用VO彈出彈入 對不起 因為我第一次在外景邊說邊拍 所以脫漏特別多 Sorry 先說回這間餐廳的評語 從環境開始說 新來設計基本不錯 而且最重要的抽風系統 它做得很好 就像我剛才所說 在這裏吃完後 不會全身有油煙味 然後再說就是食物質素方面 這裏主打是肉的 我覺得調味是欺負到好處 但我覺得有部份的位置 是有少少筋 令到我覺得這麼難咀嚼 這裏是一個要扣少少分的位置 而價錢方面又是很老實說 這間餐廳不是很便宜的 因為是單點的 不是任吃的 所以一大群朋友來吃的 是比較適合的 大家可以分享來吃 另外一樣關於食物要贊的 就是蔬菜是任的 邊吃肉邊吃菜 才不太容易製造 另外一樣東西要贊 就是可以買半份的雪糕多士 16元而已 雖然不是什麼名貴 但飯後甜品也算是這樣的 這個甜品主打是吃過儀式的 還有樂趣的 裡面的雪糕半容外面是脆脆的 我覺得算是這樣收貨 其實在我吃到半佬的時候 整間店已經坐滿了人 到我吃完出來 外面是排隊的 相比這間排隊的情況 真的有 我忘了說 這間店的服務非常好 店員其實一直都盯著你 看看你有什麼需求 會主動幫助你 例如我燒不熟牛奶 他就馬上衝過來幫我搞定 所以多人光顧始終有原因 吃完了 要消耗一下體力 走商場 還有去我最想去的地方 吃完東西可以走一下商場 剛剛在上面 第四層吃完東西之後 我又逐層吃飯一下 我覺得這個商場有個好處 好處就是 人流不是那麼多 因為很多商場 我想是受到其他的網紅 推薦 星期六下午 大概六點到七點左右 人流是爆炸的 但這裡沒有 我覺得是很舒服 等了這麼久想去的超市場 就是這間原初食品 雖然說這間超市是中國法績 但分店不止中國有 或者住在外國的網友會有些印象 因為始終外國的玩超市不是那麼多 這間超市和其他超市有點不同 這間超市就是要求 由生產去到銷售 一手包辦 集團的人會去到不同地方入貨 例如青崖 這間是東北 看到源自閒頭的東西 其實都是他們集團的出品 看到這款茶想用力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農夫生存推出的東方樹葉系列 紅茶是最好喝的 蜜蘭香和鴨屎香我都有喝的 那我就覺得一般的 這裡的餘製品 種類超多和超大 這裡是其中一部份 很簡單 其實我今天發現了一件事很久了 我就是發現這個區的人 很多人都懂得說白話的 而且我發現另一件事就是 似乎很多香港人來買菜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聽錯呢 很久了 經過了試吃三堂之後 又是他繼續賣賣賣賣 我是一個很喜歡喝湯的人 看到這三種湯就被吸引著 會有人心湯、花膠湯和松露湯 毫不猶豫就拿了一盒花膠湯 當然就不只是買了那份 買了家人那份 又要托東西回去 走到旁邊又看到一個推廣 就是 十一個狗有螺絲粉 不是吧 不買就真的對不起自己 再確認一下價錢 毫不猶豫 再次毫不猶豫 再次毫不猶豫 又買一包回去 十五元就可以買到兩支 雲南橄欖果汁 喝進口 微甜不潔 還可以幫助消化 唉 要篩選購物籃才行 原初食堂也是超級市場的特點 裡面有什麼食物呢 有基本中餐、日式和西式都有 買完之後 附近會有一些桌子 可以慢慢吃 吃完休息一休息 然後又可以再去買東西 其實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中國為什麼這麼多酸奶產品呢 是不是中國人特別喜歡吃酸奶呢 其實這個問題我想問很久了 我看到這個榴槤乾 我簡直是感動 我想買這些產品很久了 原來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即買 看到這個海苔卷 我也很心動 結果我看到有鹹蛋海苔卷 就馬上買了一盒 吃回去 我覺得這個味道是... 強差人意 因為沒有鹹蛋的鹹香味 只有10條 我不說了 免得這麼盡 算吧 看看其他東西 我除了不吃煙之外 也不喝酒 但看到種類那麼多 單價那麼低 我只是不喝而已 可能是你喝的 我們拍給你看看吧 不知不覺 時候已經不早了 看看那個購物欄 是時候賣單撤退了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走 我真的計算給你看 我這條數由我搭出連堂口岸開始計算 第一條數是交通費 我在連堂口岸出來時 沒有搭地鐵 因為車程比較久 我想省時間 直接跳上的士 花了人仔35.5元 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因為師傅不懂路 所以花了多點錢 然後第一時間去物SPA 做了一個SPA 這個SPA 在大眾點坪買的 就是人仔256元 去完SPA之後 去KKTIME 走過去都是5至10分鐘 省了交通費 然後上去KKTIME 肉製吃燒肉 上去我一個人吃自閉餐 吃了183元 吃了三碟牛 然後無限碟菜 我自己又覺得很滿足 吃飽就走超級市場 我在原初買了10件 花了195.1元 買到這麼貴 是因為我買了三瓶人心湯 三瓶人心湯都佔了110多元 所以如果不買湯 就差不多便宜一半 說到撤退 就沒辦法了 我再次飛滴回去連堂口岸 因為沒辦法了 乘地鐵去連堂口岸 需要半小時 因為我要趕巴士 那架巴士只有半小時 沒辦法了 立即飛滴回去吧 然後花了26.5元 整條數加起來 總共696.1元 真是不計算 也不知道自己留在深圳半天 就花了600多700元 所以馬上撲回香港 是非常正確的 相信一定有人會覺得 你花費也很大 但我想說當中花費 我是心甘情願的 因為我真的很滿意深圳的服務態度 會關注你 會體貼你的需要 會笑容滿面 這件事是香港沒有的 當然我明白這個服務 其實是用錢搭出來的 所以我就願意付這個費用 因為始終在香港已經日日西口西面 沒有理由去玩 也是這樣 所以我很願意付這個價錢 始終一分錢一分貨 而且這個價錢我也是負擔得起的 到最後請大家支持一下我 訂閱我的頻道 你的支持是我的動力 我們下次再去玩一起計算 下次再見 拜拜